各位好 今天我要分享的题目是 生命之源 一个乡下人进城去看朋友 发现他家里面有一件稀奇的东西 就是装在墙上的一个机关 一流开就会自动流出清洁的水来 乡下人想这个东西可好 带几个回家 以后不愿不必再跑到老远去打水了 于是他打听清楚在哪里可以买到 就去买了几个 回到乡下的家里 他就照着朋友家所看到的样子 把水龙头装在墙上 可是他等了半天都看不见水来 他以为那个水龙头坏了 就换一个装上去 还是没有水来 最后他就生气 他说城里的人真坏 竟是把坏的东西卖给我 同样是装在墙上的水龙头 一个有水流出来 一个流不出水来 问题不是水龙头外面的差异 而是背后有没有接上水管 同样的 一个人能不能流出丰盛的生命 不在乎这个人有没有才干 多么懂得处事的道理 而是要看他有没有接在生命的源头上 真正的基督徒 就是连接在基督生命源头的人 是能够继续不断流出新鲜的火水 供应别人的需要 因为他常常在基督里 每天有新生命源源不断的供应 上世纪初 考古学家在北非 发掘到一座大城的废墟 原来是罗马皇帝塞姆诺斯的出生地 这个城原来是一个非常繁荣的海港 文化发达 人烟稠密 后来却没落了 他之所以没落 不是因为地震或者是大火 也不是由于敌人的攻击 或是疾病的影响 乃是因为他赖自己深的海港 逐渐的被淤泥冲塞住 而不能够继续与外界贸易了 久而久之 人们就搬离开了那个城 弃他而去 同样的 如果我们不时常的亲近主 清洁我们的良心 而让世界许多污秽的思想和观念 像淤泥一般来堆积在我们心里 过不久 我们就会失去了与神沟通的能力 而变成废弃无用 主耶稣要我们保守自己 藏在祂的爱你 祂不是要挟制我们的自由 而是要我们每时每刻 享受祂丰盛的恩典 亲近主会产生两种的结果 一是使我们的生命变得丰富起来 一是使我们的良心变得清洁起来 所以当你在忙碌的片刻 为何不停下来一下 向神发出一个真诚的祷告说 主啊 愿你此刻用爱来充满我的心 用真理来洁净我的灵 相信上帝一定会赐福给你 谢谢